但是接下來 我不知道這個 如果真的成立一個新的組織 要取代WHO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踩到 中國大陸的底線了 因為在這一次 日本媒體《產經新聞》他說了 美國的衛生部長來台灣 將會跟蔡總統會談 討論成立新的WHO 而且知情人士就說了 由於台灣一直是被排除在 WHO外面 所以台美雙方要討論 成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 來取代現有的WHO 因為他們認為說 這個WHO現在這個版本 其實已經在中國大陸影響之下 已經不能信任了 所以想要集結理念相同的國家 成立新的組織是由美國來號召 而且我們知道 其實美國在之前就說了 他不要再給WHO錢了 不要給他相關的援助 是不是當中 其實由日方暴露這個消息 也讓人覺得 是不是有種放話的嫌疑 還是其實可信度蠻高的 其實會不會覺得這個時間點 正是非常非常的巧合 怎麼說呢 在8月9號的時候 美國的衛生官員 才剛抵達到台灣 結果晚間8點的時候 就有日媒的產經新聞 這個發稿的地點在台北 在台北發稿 然後傳到日本那邊發送 就說他們這次來台灣 可能要跟台灣討論的 就是新組織的WHO 所以這種種的時間點 而且8點鐘的時候 剛好日本的代表 也剛好已經離開台灣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巧合 也讓外界質疑說 到底是哪個真 哪個假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說 WHO這些新聞 其實這個事件 美國到底要不要成立一個新的組織 在過去這好幾個月之中 我們討論過了非常非常多次 美國川普這邊 看起來動作很大 也確實說 我們是有這個財力 可以組織這個新的組織 也想要邀請其他 對於WHO不信任的國家 一起來加入 但是如果真的成立這個WHO的 新的組織的話 成立一個新的組織 取代WHO 台灣是不是真的能夠受邀呢 還是只是說拿來說 那你也是個官員 觀察員的身分 一起來觀摩一下了 就像有些知情人士就說了 由於台灣被排除在世衛組織外 台美雙方將討論成立一個 新的國際組織 來取代現有的WHO 現在WHO在中國大陸影響下 已經不能夠信任了 所以想集結裡面相同的國家 成立新的組織 由美國來號召 這個知情人士 洋洋沙沙寫得很多 這個東西內容 也是跟過去所討論的一樣 只是在這個時間點 又這麼巧的 被在台灣的產經報導 報導出來了 所以說大家覺得說 這個時間點 是不是太過於巧合了 難道又是想要刻意的 來這個放風聲 來看看說中國大陸 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嗎 對 而且現在其實包括 美國國際上風聲非常多 尤其在這次美國衛生部長 來到台灣 大家很好奇的 就是中國大陸的反應 到底是如何 而且美國這樣子的策略 是不是其實就是要刻意 在激怒中國大陸 因為包括是 現任的內閣成員 加標示有美國國旗的 空軍的空中辦公室 代表的是什麼 其實代表的是 川普總統還有背後的相關的 他的政治團隊跟體系 而且美國專家川普是盡量說 他是提到說 川普是盡量接近中共的紅艦 但是還特別注意到 不要真的踩下去 所以他派的是什麼 不是相干的國安團隊 而是衛生部長 而且他是沒派處理官的 美方的官員來台灣 但是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包括阿札爾 他其實跟蔡總統也見面了 沒有想到其實也發現了一些 尷尬的小插曲 對 其實他跟他見面的時候 發生什麼插曲呢 阿札爾在總統府發表談話的時候 第一時間以習總統來稱呼蔡總統 結果這段話就被國民黨發現了 立刻說發嚴正的聲明說 希望蔡總統要表達抗議 並且說清楚 中華民國的總統是姓蔡不是姓習 當然這方面其實在剛剛的時候 總統府也做出了回應 表示說其實當時 他其實有個講稿的 那個講稿的拼音 也有寫了明明確確的 只是不小心口誤 要在野黨不必要這樣子的去 去放大解讀他 對 其實不要去放大解讀他 但是他當時是怎麼說的 我們來聽一下當時的畫面 今天非常非常感謝蔡總統 歡迎我來到台灣 今天非常非常感謝蔡總統 歡迎我來到台灣 好 婉鈴從這個畫面 其實看起來好像真的是 無心之過 因為感覺他從打招呼的這個方式 其實還滿自然的 對 因為其實剛開始他講錯的 那個剎那 就是剛好說他還站上前 正要拿出來講稿 準備要開始講話的時候 他就講了說 齊總統這樣子 所以說當時這段話 你就這樣播放了出去 是總統府的一個工訓的畫面 就這樣播放出去之後 也讓很多人發現說 其實他有沒有搞錯 他來的地方是台灣 我們的總統姓蔡 不姓習 當然這美國這邊 也立刻拿出來講稿給我們看 看這就是美國的AIT8 表出來的講稿 上面就寫說 謝謝你蔡總統 很明顯的寫蔡 旁邊還有寫拼音 T S E Y E 就是這個 放大川就變這樣 其實他又把這個拼音都寫上去 對 他又把這個拼音都寫上去 但怎麼會變成習呢 習的拼音就是XI 是XI 但TSAI跟XI 怎麼會這樣子看錯 有這種差別 你說他一時看錯了 還是少拼音拼錯了 其實都讓人家覺得很奇怪說 怎麼會這樣子拼錯了 還是說他又真的有時差的問題 不小心講錯 或者是一時恍神了 對 可能真的是一時恍神 他心裡可能也非常擔心說 他來到這邊 而且要會見這個蔡總統 可能一舉一動 都要特別小心到 小心踩到中國大陸的孔線 可能心裡其實也在滿焦慮的 不小心就講錯了 但是總統府其實也發聲明 表示說他這純粹就是拼音 跟發音上的問題 這個阿札的稱呼蔡總統 是毫無疑義的 建議各界是要把重點放在 外交成果跟防疫合作上 台美關係的逐漸緊密 是全民的共同努力成果 甚至他還點名說 包括在野黨跟部分人士 你們不要再操作 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了 反而是一笑大翻 所以其實也表現出 總統府的態度 其實是有一點怒氣存在的 總統府覺得說 怎麼好端端的 我明明就是跟美國來演一場 那個外交大戲的 結果反而因為這個拼音講錯了 結果變成了在野黨的 抨擊的一個對象 在野黨認為說 其實台灣這邊要嚴正的抗議 跟美國抗議說 我明明就信蔡不信習 你為什麼還把我們的名字搞錯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當然現在網路上 有流傳很多的畫面 就覺得說 其實我們在接見日本的 那些外賓的時候 覺得蔡總統總會是 站起來跟人家握手 而不是用那種平視的方法 所以認為說這外交格局上 我們似乎應該做得更保更滿 對 似乎在外交格局上 其實一舉一動 任何的小動作小細節 都是會被放大檢視的 而且放大到整個國際關係來看 在這一次 美國的衛生部長來到台灣 到底在國際上 又是怎麼看的 我們來看到這個報道 美國衛生部長阿札爾 走下飛機這一步 成了台美關係 41年來的最大進展 而外國媒體更是高度關注 日本NHK報導 這是美國對台斷交以來 最高層級的官員來訪 TBS則是提到 阿札爾將會見蔡英文 還有衛福部長陳時中 韓國媒體JTBC 則是從標題點出 這趟行程 美方根本沒有在考慮 北京的強烈不滿 英國的路透社 從抖音制裁香港官員等 美中衝突來切入 英國的金融時報 更是在首頁刊出報導 內文分析 美國政壇跟輿論 發言中情緒升高 川普政府已經六度 簽署法案挺臺 但這一切恐怕要讓台灣 成為美中角力的關鍵戰場 而北京方面 則是繼續動和台灣 派衛生部長 這樣的非敏感職位官員前往 也表明美台雙方都心知肚明 一旦過火 中國政府的反應 必將是嚴厲的 楊氏強調 美國只願意派出衛生部長 來訪問台灣 但是印度有外媒分析 台灣正在善用防疫的好成績 向國際社會爭取支持 TVB新聞方子齊綜合報導 而且不只美國在昨天 其實有日本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來到台灣 這個人是誰 就是前日本首相森錫朗 他甚至才說了 其實安倍曾經打電話給我 這個我就是森錫朗 他說詢問日方到底要派誰 哪個代表性的人物 來吊唁李登輝 前總統李登輝 有沒有合適的人選 他就說了 森錫朗自己表示說 這是安倍用一個迂迴的講法 民視跟暗示他就是要請他來到台灣 所以他欣然的壽命來台 不過他說 他正在接受洗腎治療 所以只能當天來回 不過此話一書 其實可以看得出滿滿 包括日方所給出來的誠意 還有他們的態度 而且當中還有很多的特殊 滿滿的友誼在裡面 比如說行程快閃但不失禮 還特地跑去買了一個 以蔡總統為封面的漫畫雜誌 產地只是送給蔡總統 還有以前有首相之尊 率領國議員前來 這是民間官義 但是要強調官方代表 對台灣其實是有滿滿的後裔的 但是對大陸也不冒犯 處處有玄機 甚至剛剛說了 他其實在一個洗腎的狀態 還是特別來到台灣走這一趟 所以大家的確可以感受到 日方的誠意 不過看完美國 好 看完日本 其實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中國大陸 到底他們的態度是什麼 其實我們很明顯看到說 美國跟日本他們的態度就是不一樣 美國是浩浩蕩蕩的 一群人要揮揮揮手這樣走下來 但日本是非常的低調 非常的低調的這樣子說 我們這是民間的行程 但是我們代表著官方 還送上了禮物 其實可以翻出來說 其實中美 美 中 日 這是三個國家 他們其實彼此之間 都在彼此在抗衡之中 在抗衡之中 其實每個人都非常的小心 處理這個外交的事件 那中國大陸這邊 其實川普的 對於中國大陸挑釁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說其實 中國大陸這邊的動作 其實看出來 我們第一個 他的今天早上的時候 戰機先啟動 先飛起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剛好 有美國的內閣官員在台灣 所以說該怎麼處理 像是南海戰略的 態勢感知計畫 平台9日就是披露出 美軍的航空母艦雷根號 8號的時候 在東海巡弋 東海就是台灣跟日本中間 那一帶地方巡弋 為什麼呢 因為同行的話 還包括就有 飛彈的巡洋艦 安提坦號 也在那附近 可以看出來說 其實美軍這邊 早就已經有一些 軍艦 航母艦 在附近那邊巡航當中 那巡航當中 其實一方面 也是要告訴中國大陸說 我現在也在關心台灣的事情 你們要小心點 我其實一直在注意的 其實也在看看說 中國大陸這邊 到底會有什麼樣反應 所以現在中國大陸 有人說一些學者認為 中國大陸現在是要冷處理川普 覺得說你都已經這麼的激情康 航空母艦都過來了 我何必要配合你去演出 倒不如說冷冷靜靜的 看看你在幹什麼 所以說但是今天中國大陸 還是例行性放了幾個戰機 飛了過來 半飛的狀況 對 雖然說冷處理 但是還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中國大陸他們到底態度在哪裡 而其他的 包括相關的想法是說 亞太防護的總編輯 鄭敬文說了 在美中博弈之下 美國是極限施壓 一直在push 而在中國大陸的部分 相對來說 態度跟做法就比較克制的 還有廈門大學台研院的 政治所的所長陳先才他說了 阿扎爾在美國總統繼位的順序上 只有是歷來訪台的閣議員當中最高的 還是低於1997年訪台 繼任排第二的眾議員議長金瑞契 所以其實說他們也認為說 當地的學者 大陸的學者說 大陸不必跟著川普的節奏來行事 但當然外交還有國關所學成的講師 黃玉均他就說了 有了如果大陸的反應太激烈的話 反會讓川普撿到槍 所以基本上在這次的事件當中 也可以觀察到 包括美國其實有彩虹線 但是就不要真的踩下去 去戳到中國的軟肋 而中國大陸也是忍處理 似乎也蠻擔心會挑起所謂的戰爭期待 中國大陸就是不想要去明明擺明的說 我現在很生氣 我現在很激動了 一方面其實就是不想要讓 不想中計 他知道川普想要做什麼 那OK 那我就看你川普 你現在你能夠做什麼 我就讓你做什麼 我們知道說中美貿易戰也要正在 即將要去談判了 在談判的過程之中 其實川普在做什麼樣的佈局 跟動作的時候 如果中國大陸跟著他隨之起舞的話 等於就是中計了 所以他倒不如就冷處理 看著說你川普你下一步 其實還能夠怎麼樣 你真的要成立一個新的組織 來取代WHO嗎 那我就看看你能夠招募到多少的會員國 能夠說能夠吸納多少的資金 來成立一個組織 到時候我們再看看你會怎麼樣 就且戰且走的狀況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台灣 避免淪為兩國相爭之下的犧牲品 恐怕才是我們特別要注意的 所以…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